天下武功,没快不破,这道理放到军用直升机上一样适用。 2010年9月15日,一架体型修长的直升机,如一道闪电般,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西宗旅海岸上空掠过,引得地面上的人群发出一阵惊呼。 这架直升机究竟是何妨神圣,原来,它就是美国军方打造的新一代武装直升机的验动机,X2。 新来两张健身罩,传统直升机的巡航速度都在200-300千米每小时左右,X2直升机最高时速达到了463公里每小时, 是美国现役黑鹰直升机速度的两倍,阿塔奇直升机速度的1.5倍。 坡刀查了一下,我国武之石的最大飞行速度,是270千米每小时,差不多是这货的一半烧墙。 假如战场上相聚,武之石还真是追不上他,可嗯,我确定我是说武之石追他。 这货,是人类直升机中的猎豹,非常的猎豹,原来,X2是美国希克斯基飞机公司研发,采用全新的维讲,推进驱动原理的新一代概念机。 X2在速度上的优势对于现役直升机来说,将是压倒性的,一些军事专家预言。 不久的将来,机快又狠的X2高速攻击直升机,将取代阿塔奇,成为美身战场上又一张新的王牌。 那么问题来了,为什么普通直升机后面换个风扇,哦,没想向前推就不行,偏偏X2就可以。 这是什么科学原理? 坡刀简单科普下。 根据主旋翼的数量,常见的现代直升机,有单旋翼和共轴双旋翼两类。 当然此外还有一些骨骼惊奇的和本文无关就不提了。 第一张单旋翼,第二张共轴双旋翼直升机,如果您注意到尾奖的区别,恭喜您跑天了。 本文内容和尾奖无关,和本文有关的是这两张图中直升机的主旋翼,单旋翼直升机, 直升机主旋翼旋转时,奖夜一间移动方向与直升机移动方向相同的一侧称为前行奖夜,半只另一侧则称为后行奖夜。 直升机向前飞行驶,前行奖夜的速度,是直升机移动速度和旋翼旋转速度的和,而后行奖夜的速度是直升机移动速度和旋翼旋转速度的差。 旋翼旋转速度显然大于后者,故前行奖夜上的动压力,要大于后行奖夜上的,由于旋翼圆排两侧的升力的不平衡,会引起旋翼的震动,飞行速度越大,震动越大。 从而限制了直升机的最大飞行速度,文科生表示已经哭晕了,这个图说的形象点。 简单说,如果给单旋翼直升机,也将个为奖强行推进。 当速度达到一定极限时会如图中所示,前行奖夜侧升力过大象上台图中又,后行奖夜侧升力过小象下压,图中组,然后,然后就木有然后了,注意机身中心平衡已经不对了。 因此,由于设计原理的原因,给单旋翼直升机加为奖推进只是个锋马的理想,共周双旋翼直升机。 考五时,扑到年轻时最喜欢的武装直升机,没有之一,那时候很比是爱怕奇的,共周双旋翼由于两个旋翼是百项运动的,因此理论上两个旋翼的前行,后行力量互相抵消了。 为什么还是不能加个威奖往前推呢?答案是,它是柔性旋翼,练武之人知道,刚柔并记才是赤胜之道,柔性旋翼与钢性旋翼,由于材料技术的原因。 考五时的一批老师共周双旋翼直升机采用的是柔性主旋翼,也就是说旋翼是有弹性的,允许一定的摆动。 这就造成了卡五时,卡五时二兄弟两仙天的缺陷,两幅旋翼如果摆动太大,容易打架。 2012年,卡五二,在进行剧烈激动时,双甲相碰,导致飞机瞬间坠毁,电脑模拟的双甲相碰瞬间。 由于刚才说的原因,如果给卡五时,五时二这样的直升机,一个过大的向前的速度,中旋翼的前行,后行奖页一样,会大幅上下摆动。 超过极限后就和途中一样,奖页打架,机会人亡。 美国人的前行奖页概念,Advancing Blader Concept,简称ABC,终于把问题解决。 其实就是刚性奖页,软得不行来赢的技术总是在进步。 美国希克斯基公司率先提出了前行奖页概念,终于把问题解决了。 所谓前行奖页概念,深入讲解就太复杂了。 简单说,就是美国利用其领先的材料科学成果,采用新材料制成了刚性奖页,你们也是刚性的。 无论前行或后行策奖页上的扰动压力可以被稳定控制住,从而保持悬液系统,在高速下的平稳工作,甚至速度增加时获得更大的胜利。 由此,在直升机后面加维讲驱动快速飞行的设想,被成功实现了。 说来说去,材料学真的是关系到国家科技的未来。 下面是柔性奖页,下面是刚性奖页。 对比一下,江湖不是一个人的江湖,江湖是一群人的江湖。 自从美国退出X2计划,各国豪强们自然不会兴手旁观,曾分拿出自己的X2版本,欲于美地势必高。 虽然大都仍处于验证阶段,但至少向世界表明,我来了。 比如下面这位,欧洲X3验证机。 这位不光外形拉风,推进螺旋架费要比美国多一个,关键是这名字,X3,Understander霸气。 还有这位,俄罗斯版,小型验证机,进展缓慢,原因应该大家都懂,缺钱。 最后,当然是咱们种化家的。 版本一,模仿的欧版,版本二,展出于直播会。 版本二,版本三,这货,要是搞成了,将于英勤何以堪,还是那句话,将美地摸着石头过河,兔子摸着美地过河。 总之,随着技术的进步,用微想驱动的直升机,也叫高速直升机的时代不远了。 甚至,也许有一天,我们会亲眼看到电影爱反达利的那个什么机,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机。 波刀去为画武器是个系列,喜欢的画家关注,有更多惊喜。 谢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